娱乐转圈圈 明星快报报 虽然王一博具体 所谓何事被人举报 并未详细说明 但乐华娱乐 以报夹警做出声明 可见王一博并未做出出格之事 很可能是 遭受了恶意指控 污蔑 能干出这种缺乏 法律基本常识之事的 恐怕一难逃 犯圈恶习之险 其实 最近几年时间里 犯圈的恶心事屡见不鲜 此次王一博被 报夹警 也非第一次遭受 私生犯不正当攻击 今年5月时 王一博就曾发文称自己 在一长段时间里 半夜被陌生人敲酒店的门 或者是在车上装追踪器 甚至工作人员站到私生犯的车前 他们竟然还敢往前开车 这样的行为 早早就超出了追星的范围 甚至有危害 他人人身安全之血 王一博很辛苦了 虽然在镜头前 总是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 可娱乐圈的减恶 他又何尝不知 当年在韩国 做训练生 吃过的苦忍受过的心酸 又岂能轻易向外人倾诉 远离父母的孩子 在承受着万众瞩目的同时 也承担着他这个年纪 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和心酸 终于走上 人生巅峰 可除了毫无自我的生活之外 他还要承受着 来自私生犯 黑粉的各种骚扰 甚至连电话都成了他们可以远程操控的工具 这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 是何等的糟心 不单单是王一博遭受过私生犯的围追堵截 犯圈文化的恶习几乎是愈演愈烈的 杨子也是被害人之一 跟吴亦凡的新剧《青三行》开拍之时 杨子就被某些粉丝控诉争翻味 事件越演越烈 黑粉们把杨子从头黑到脚 因此难堪 最后 仍无可忍的杨子将黑粉告上法庭 法院最终判决 杨子获胜 被告人被判赔偿 5.6万精神损失 并赔礼盗窃 可这名黑粉却在法庭之上 哭哭啼啼一副 委屈至极的样子 随后还在微博上刻意留言 暗指杨子不接受盗窃 自己已经很配合 却反复要求更改盗窃内容 甚至还发文称自己损失的 要在杨子粉丝身上的回来 这种黑了别人 造谣重伤之后 又装弱小无辜 反过来倒打一耙说 杨子蹭了自己热度 还从自己身上赚钱的粉丝 脑洞也真的是够大 杨子缺这点钱吗 恐怕是黑粉自己脑补的 做了错事 不但不认 还一再地狡辩抹黑的 难道这样就配得上自己对偶像的真心了 陆寒更曾被私生犯追车 车速过快 险些酿成车祸 气得陆寒直接下车跟私生犯对峙 场面一度失控 而私生犯却还能理直气壮地口出不去 实在让人无语 王家儿也曾被私生犯曝光了家庭住址 并遭受了追踪 偷窥等糟扰 这种私生犯 恶意曝光明星隐私的行为 也足以构成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条件 如果真的追究起来 恐怕他们也占不到便宜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确实在某些方面拥有一定的地位和金钱 也要在一定程度内承担粉丝的情绪 这些都是他们无法左右的 但明星也是人 个人的大部分隐私已经被曝光在大众视线内 原本就不公平了 可如果再遇到黑粉的刻意污蔑 抹黑 甚至跟踪 偷窥 还何来 人身自由和尊严 还请这些黑粉好好补补法律常识 报假警情节恶劣的 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污蔑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 也是要承担法律制裁的 这些黑粉脑子里 都没有最基本的法律常识 还拿自己是三岁小孩 可以信口胡说吗 法律可不会原谅这种荒唐的行为 追星请理智 各位粉丝也要有法律意识和行为底线 爱豆不是私人物品 不属于任何个人 给予他们适当的空间和时间 才能保证他们可以拥有更长的事业线 逼急了谁都会反抗 别到时候在法庭上 后悔求饶才好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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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